字財TV 講股走勢告訴你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羅sir 羅振邦博士 是字財投資學會的課程總監 歡迎大家收看高息股系列 今集我們選了一隻高息一哥股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人會說什麼叫做高息一哥股 一哥的意思當然是這個行業裏面 一個龍頭 大哥大的意思 一個有領導地位的意思 即是說今天選擇高息股來說 相對地是穩陣的 不怕倒閉 還有我們最後的時間也會講大事分析 未講之前提提大家 新一年一個新目標 目標是要投資置富 達到財務自由 早點退休 但在投資要有成績 要怎樣呢? 學得精一點才可以 學懂幾時入 幾時出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會提一個課程 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回到這個課程中選擇這個 有一個班 叫做一個技術走勢的分析班 技術分析的投資班 我們看看裏面有甚麼學得到 在技術班裏面 我們會分開有兩個話題 一個話題來說 我們就叫做圖表分析 圖表裏面講到一些陰陽足 陰陽足裏面 在技術分析的圖表 是必定要認識的 因為很好用 它會分開有紅色黑色的竹身 特別不同意思的 它的手手腳腳也有不同意義 亦會講一下價同量的問題 價位和成交量的關係 亦有重要的關係 一些走勢線的畫法 支持阻力線 一些形態分析 頭肩頂、頭肩底 一些奇形走勢 波浪理論 有時候我們講到波浪裏面的 一個八個浪 五個推動 一個三個調整是怎樣的呢? 裡面有一個神奇數字 怎樣演化出來一個黃金比率 這些要學到的 以及怎樣做一個體位 一個分注、分段的入市 在技術分析裏面 除了圖表裏面 還有一個數據分析 我們很多時候講計算為主 一個好用的指標 一個加權移動平均線 留意一下 這個加權的意思來說 它會有一個比重 不是簡單移動平均線 簡單來說 每天的比重是一樣的 而加權代表意思 越近今天的狀況 比重是越高 越遠期的比重越輕 所以會有一個智能分得到 一個重要性的狀況 另外一些RSI 大家很多時候都聽見 不過RSI有深度運用 有些技巧 這個要知道 表面看 二十八十 這個二年不大 它有一個深度運用的技巧 一些OBV的運用 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MACD 這個指標裡面 如何分開 有一個所謂雙牛 牛熊 熊牛 雙熊的信號 代表一個大升市 一個大跌市 一個在跌市裡面的反彈 一個在升市裡面的調整 這些會分得到 所以在技術分析班裡面 我們會分為一個 圖表分析和數據分析 這個部分來講 要雙劍合璧才能發揮到 一個好效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今天來講 其實就選了一隻 是上世紀的一個 重點的股票 上世紀裡面 是第二大的 行資成份股裡面的比重股 我們說這個比重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隻股票 佔那個行資的百分比是多少 在上世紀裡面 比重最大的股票是哪一隻 叫匯豐 曾經試過它的比重 高達到行資的比例 去到三成 換句話說 行資是100% 這個匯豐曾經試過佔它的比重是30% 另一隻 就是第二大 這個叫941 中國移動 中移動的狀況 它在上世紀97年 10月23步上市 它的比重是佔第二位 當時甚至乎10%的比重 所以當時匯豐和中移動 是一個孖寶 最重要的兩個比重的股票 在上世紀的年代裡面 今天會講到 941中移動 裡面是一個高息的狀況 當中來講 我們在裸sir 四部曲方面 入手了解一下這個狀況 在股票、業務、走勢圖 一些價值分析裡面 去埋手 先看看裡面的報價資料 先看看這裡 一個941中移動 今天是2022年1月7日 中移動的收市價是49.7 今天成交是15億元 15億港幣 周息率有多少呢 留意一下 周息率方面有6.821厘 即是近乎7厘的狀況 所以如果以電訊股票去計 以中移動 可以叫一哥 因為市值方面是大的 市值方面有多少 是10600億 換句話說 在電訊業裡面是一哥 息口來講 是7厘 息口是最高 當中來講 我們看看息口 是否一個穩定性的狀況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看看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來講 是一個ET的財經網頁 我們看看中移動的股票 它的派息如何 留意到這裡 它有一個中期息和末期息的狀況 你發覺它的息口來講 其實都是穩定的 是否只靠一個特別股息 所以我們有時說 高息股裡面的背後 最重要是要穩定 不只靠一年的特別股息 我們要一個穩定的派息狀況 你看到中期末期的息口 都是穩定的狀況 這是在網頁裡面可以看到的 好 再來 我們說那個業務是怎樣 中移動方面又 好 我們先看看公司的網頁 看看公司的網頁 好 這就是中移動的公司的網頁 可以留意一下裡面 中移動有個最新消息 就是在今年 2022年1月5日 其實是回歸了A股 在主板方面上市 是第一隻 在主板方面上市 回歸A股的第一上市狀況 當中來說 是首間紅壽公司回歸A股 上海的代號是多少 就是600941 600941 中移動裡面 你說業務是怎樣 最簡單是回到網頁 看看概覽 我們先看看 中移動裡面 其實也很厲害 你看回裡面的狀況 當中來說 在中國內地裡 有31個省 自治區 直特市 和香港的特別行政區 都有個通訊的業務 有這個語音和數據的業務 換句話說 其實是多元化的 在中國內地方面 是最大的通訊服務供應商 當中來說 如果你計算 2020年 12月31日去計算的 集團的人數有45萬人 移動客戶的總數有9億4千萬戶 如是者 你見到它的業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規模 所以為何叫一哥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個股票來說 相對地 可以說穩陣 基本上不會收拾這個狀況 走勢圖是怎樣 狀況又 我們看看走勢圖方面 這是中移動的走勢圖 這裏大概是一年左右的走勢變化 你見到它的價位方面 都偏在高一點位置 走勢不是太弱的 近期試過打彈 因為基於它回歸A股的狀況 好 這就是日線圖 你說周線圖怎樣 周線圖方面 我們看看周線圖 一條八代表是一個星期的 走勢方面來說 你見到它跌到低位 反彈 這裏都有穩定的狀況 月線圖方面 這就是月線圖的狀況 所以我們選股票來說 如果以收息股計 當然要選機會入市 選擇一個時機突破 但起碼走勢來說 不是太弱的狀況 有一個所謂的穩定狀況 這就是我們選擇收息股要留意的地方 至於你說價值分析又如何 價值分析方面 看回公司的PE來說 現在是7.709倍 PE方面也不算太高 當中每股帳面值來說是多少 就是56.112 這個56 這個狀況是人民幣 56元人民幣 相對現在來說 股價來說 也有一個折讓 也算是一個便宜狀況 市值來說 10600億港幣 這就是市值 要留意 所以整體上來說 它的質素狀況也不錯 息口也高 好 我們看大市走勢 恆指的狀況 我們先開一個恆指圖 這是恆新指數的日線圖 今天恆指來說 是2022年1月7日 今天的收市價是23,493點 現在是421點 成交有1,473億 現在走勢方面如何 現在走勢跌下來 反彈 再下跌 再有一個反彈 這裡形成了一個狀況 有一個雙底 你可以叫雙底 也可以 叫W底也可以 現在來說 要留意阻力位是多少 現在是有一個反彈 不過要突破阻力位 動力才會明顯 我的阻力位是多少 就留意這裡 我們拿雙底的狀況 中間的部分 最高點 就是這個 雙底的狀況 中間的部分 最高點 這個阻力位是23,605點 23,605 這個阻力位 接下來要看下星期一有沒有機會突破 如果突破得到 動力方面都會有一個明顯向上 還有一個所謂的紅衫兵的現象出現 上個階段 第一個目標是多少 目標就是用這個去衡量 這個就是去上升的目標 目標的狀況是24,385點 24,385點 這就是上升目標 當然也要遇到支持位 支持位是多少 我們就拿回雙底的最低部分 雙底的狀況 最低部分 這裡留意一下 好 支持位方面 22,665點 22,665點 這是支持位 所以如果薄反彈的朋友來說 酸了低位方面 可能有貨也要止蝕 留意一下 有一個所謂的動力向上 先有一個阻力位 這個就是23,605點 再突破得到 上網目標就是24,385點 不過如果一間市場 掉頭回落的 支持位方面 就22,665點 這幾個數字 這幾個位要留意一下 好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會收到最快我們的上載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給我們一個讚好 或者和朋友分享一下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